景氏通言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难逢夫 公子初年柳墨游 玉堂一见便筹谋 黄金数万皆消费 红粉双眸网泪流 彩获拐扑居修 犯法红铜玉内囚 暗林匆马冤千托 百岁因缘到白头 话说正德年间 南京金陵城有一人 姓王明穷 别号私竹 众遗丑科尽士 累官至礼部尚书 因刘锦善权合了一本 圣旨发回原籍 不敢激流 收拾轿马和家眷起身 王爷暗想 有几两凤银 都借在他人名下 一时取讨不及 况长此南京中书 赐子当时大笔 愁愁半赏 乃乎公子三官前来 那三官双鸣景龙 自顺青 年方一十七岁 生得眉目清新 风姿俊雅 读书一幕十行 举笔即便成文 原是个风流才子 王爷爱惜胜如心头之气 掌上之针 当下 王爷幻智吩咐道 我留你在此读书 叫王定讨账 银子晚日 坐速回家 免得父母牵挂 我把这里账目都留于你 叫王定过来 我留你与三叔 在此读书讨账 不许你引诱他胡行乱围 无若知道 罪则非小 王定叩头道 小人不敢 次日收事启程 王定与公子送别 转到北京 另寻寓寓所安向 公子谨一复命 在寓读书 王定讨账 不绝三月有余 三万银账都收完了 公子把底账扣算 分离不欠 吩咐王定 选日起身 公子说 王定 我们事体聚已晚聊 我与你到大街上各巷口 闲耍片时 来日起身 王定随即锁了房门 吩咐主人家用心看着牲口 主人说 放心 小人知道 二人离了寓所 至大街观看 黄都景致 淡界 人烟凑极 车马轩田 人烟凑极 和四山五岳之音 车马轩田 仅六部九卿之辈 作买作卖 总四方土产其真 闲荡闲游 烤万岁太平洪福 处处胡同铺锦绣 家家杯甲醉生歌 公子喜之不尽 忽然又见五七个患家子弟 各拿琵琶弦子 欢乐饮酒 公子道 王定 好热闹去处 王定说 三叔 这等热闹 你还没到那热闹去处嘞 二人前至东华门 公子睁眼观看 好景秀景致 只见门踩金凤 筑盘金龙 王定道 三叔 好吗 公子说 真个好所在 又走前面去 问王定 这是哪里 王定说 这是紫金城 公子往里一试 只见城内锐气腾腾 红光闪闪 看了一会儿 果然富贵无过于帝王 叹息不已 离了东华门往前 又走多时 到一个所在 捡门前站着几个女子 衣服整齐 公子便问 王定 此是何处 王定道 此是酒店 乃与王定进到酒楼上 公子坐下 看那楼上有五七席饮酒的 那中一席有两个女子坐着同饮 公子看那女子 人物清楚 比门前站得更胜几分 公子正看中间 九宝将酒来 公子便问 此女是哪里来的 九宝说 这是一乘金家丫头 脆香脆红 三官道 生得轻气 九宝说 这等就说标志 他家里还有一个粉头 排行三节 好玉堂春 有十二分颜色 宝儿所嫁太高 还未疏拢 公子听说留心 叫王定还了酒钱 下楼去说 王定 我与你春院胡同走走 王定道 三叔不可去 老爷知道怎了 公子说 不妨看一看就回 乃走至本寺院门首 果然是 花街柳巷绣阁珠楼 家家品竹谈丝 处处调枝弄粉 黄金买孝 无非公子王孙 红袖腰欢 都是妖姿立色 正宜香雾弥天矮 忽听歌声别愿交 总人道学也迷魂 认识真僧虚破戒 公子看得眼花缭乱 内心愁愁 不知哪是一乘金的门 正思中间 有个卖瓜子的小伙 叫做金歌走来 公子便问 哪是一乘金的门 金歌说 大叔莫不是要耍 我引你去 王定便道 我家相公不嫖 莫错认了 公子说 但求一见 那金歌就抱与老宝之道 老宝慌忙出来迎接 请进带茶 王定见老宝流茶 心下慌张说 三叔可回去吧 老宝听说 问道 这位何人 公子说 是小将 宝子道 大哥 你也进来吃茶去 怎么这等小气 公子道 休要听他 跟着老宝往里就走 王定道 三叔不要进去 俺老爷知道 可不干我事 在后边 自言自语 公子 哪里听他 竟到了里面 坐下 老宝叫丫头 看茶 茶吧 老宝便问 客观贵性 公子道 学生姓王 家父是礼部正堂 老宝听说 拜道 不知贵公子 施瞻修罪 公子道 不爱 休要计较 修要计较 九文令爱 玉堂春大明 特来相访 老宝道 左有一位客观 要疏弄小女 送一百两彩礼 不曾许她 公子道 一百两彩礼 小灾 学生不敢夸大话 除了当今皇上 往下也属家父 就是家族 也做过侍郎 老宝听说 心中暗喜 便叫翠红请三姐 出来见尊客 翠红去不多时 回话道 三姐身子不见 辞了吧 老宝起身戴笑说 小女从又养娇了 只在老臂自去换她 王定在旁猴急 又说 她不出来就罢了 莫又去换 老宝不听其言 走进房中叫 三姐 我的儿 你时运到了 今有王上书的公子 特慕你而来 玉堂春低头不语 慌得那宝儿便叫 我儿 王公子好个标志人物 年纪不上十六七岁 囊中广有金银 你若打得上这个主 不但声明好听 也够你一世受用 玉姐听说 及时打扮来见公子 离行 老宝又说 我儿用心奉承 不要怠慢她 玉姐道 我知道了 公子看玉堂春 果然生得好 避晚乌云 眉弯心月 鸡宁锐血 脸衬朝霞 袖中玉笋尖尖 裙下金莲宅宅 亚旦书装偏有韵 不识之粉字多姿 便数尽满院明书 纵书他十分春色 玉姐偷看公子 眉清目秀 面白唇红 身段风流 衣长清处 心中也是暗喜 当下 玉姐拜了公子 老宝就说 死非贵客坐处 请到书房小叙 公子相让 进入书房 果然收拾得精致 明窗静机 古画古炉 公子却无心细看 一心只对着玉姐 宝儿帮衬 叫女儿挨着公子肩下坐了 吩咐丫鬟白酒 王定听见白酒 一发着忙 连声催促 三叔回去 老宝丢个眼色与丫头 请这大哥到房里吃酒 翠香翠红道 姐夫请进房里 我和你吃中喜酒 王定本不肯去 被翠红二人 拖拖拽拽 扯进去坐了 甜言梅语 却了几杯酒 初食还是勉强 以后吃的热闹 连王定也忘怀了 索性放落了心 且投快乐 正饮酒中间 听得传语 公子叫王定 王定忙到书房 只见杯盘罗列 本司自有答应乐人 奏动乐器 公子开怀乐饮 王定走进身边 公子富尔低言 你到下处取二百两银子 四皮尺头 再带散碎银二十两 到这里来 王定道 三叔要这许多银子何用 公子道 不要你闲管 王定没奈何 只得来到下处 开了皮箱 取出五十两元宝四个 并尺头碎银 再到本司院 说 三叔 有了 公子看也不看 都搅送于宝儿说 银两尺头 全为令爱出汇之礼 这二十两碎银 把座赏人杂用 王定指道公子 要讨那三姐回去 用许多银子 听说只当出汇之礼 吓得舌头吐出三寸 却说宝儿一见了许多东西 就叫丫头转过一张空桌 王定将银子尺头 放在桌上 宝儿假意谦让了一会儿 叫玉姐 王儿 拜谢了公子 又说 今日是王公子 明日就是王姐夫了 叫丫头收了礼物进去 小女房中 还背着有小镯 请公子开怀畅饮 公子与玉姐 肉手相掺 同志相防 这件 唯瓶小桌 国品真修 具已摆设完备 公子上座 宝儿自弹闲子 玉堂春清唱又久 弄得三冠 古松金阳 神荡浑迷 王定见天色晚了 不见三冠动身 连劝了几次 丫头受宝儿之命 不与她传 王定又不得进房 等了一个黄昏 翠红要留她速写 王定不肯 自回下处去了 公子指引到二股方散 玉堂春 殷勤服侍公子上床 解衣就寝 真个男贪女爱 颠编 颠缝倒乱 彻夜交情 不在话下 天明 宝儿叫除下白酒煮汤 自尽香房 追红讨喜 叫一声 王姐夫 可喜可喜 丫头小丝都来磕头 公子吩咐王定 每人赏银一两 脆香脆红 各赏衣服一套 折拆银三两 王定早晨 本要来接公子回玉 见他洒漫史前 有不然之色 公子暗想 在这奴才手里讨针线 好不爽力 索性将皮箱搬到院里 自家便当 宝儿见皮箱来了 玉家奉称 真个朝朝寒时 夜夜元宵 不觉住了一个多月 老宝要生心磕派 舍一大喜酒 班戏演乐 专请三观玉姐 二人复习 宝子举杯敬公子说 王姐夫 我女儿与你成了夫妇 地久天长 凡家中事物 望其扶持 那三观心里 只怕宝子心里不自在 看那银子 犹如粪土 凭老宝说谎 欠下许多债付 都替他还 又打若干首饰酒器 做若干衣服 又许他改造房子 又造百花楼一座 与玉堂春做卧房 随其科派 渐渐许了 正是 旧不罪人 人自罪 色不迷人 人自迷 急得家人王定 手足无措 三回五次 催他回去 三观初时 含糊答应 以后逼急了 反将王定痛骂 王定没奈何 只得道求玉姐劝他 玉姐素知 钱婆厉害 也来苦劝公子道 人无千日好 花有几日红 你一日无钱 他翻了脸来 就不认得你 三观此时 手内还有钱钞 哪里信他这话 王定暗想 心爱的人还不听他 我劝他责慎 又想 老爷若知此事 如何了得 不如回家抱于老爷之道 凭他怎么才处 与我无干 王定乃对三观说 我在北京无用 先回去吧 三观正宴 王定多管 巴不得他开身 说 王定 你去时 我与你十两盘费 你到家中 禀老爷 只说账未完 三叔先使我来问安 玉姐也送五两 宝子也送五两 王定拜别三观而去 正是 个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家 瓦上霜